Hello,大家好,我是Marco 我今早看IG的時候 發現原來今屆的中錄已經開始回答最後一天 那最後一天是什麼意思呢? 也就是DSC即將來臨 沒錯,現在這一刻看 其實DSC只有27、29、026分鐘 雖然時間不是很多 但我覺得其實這段時間大家都很好運用 我自己其實是2016的DSC 雖然不是考得很好 但也有十多分 我覺得就不果不失 那你問我DSC其實是否很難呢? 我就覺得其實 嗯... 不是 雖然它一定有它的難度在 但我覺得平時操作那麼多摩 或是披折的 我覺得其實是非常足夠的 如果大家是有操的話 沒錯,那我在這裡就想給大家三個提示 首先我覺得最重要是早點時間分配 最重要是計劃自己每天要找什麼課 或者用多少時間下去 最重要是我覺得自己的休息時間都很重要 那就是早睡早起 因為其實考了DSC不夠分 是一個很大的損失 那至於溫習方面 我覺得大家其實要計劃好 哪有溫中文、哪有溫英文 哪有溫選修科 或者之類的那些 因為其實DSC只是一個遊戲 只要你達到標準 你就已經是贏了遊戲 沒錯,那我覺得其實大家 最基本就是要補到自己合格 其實不要說有哪一科是倒楣了 補到自己合格之後 才去專攻一些自己是厲害的科目 可能是選修科 去幫你拉高分數 而不是說你將選修科的分數 拉到五星星這樣 而其他就可能不合格這樣 那所以這個是我給大家的一個意見 或者一個心得這樣 其次我覺得大家的溫習習慣 我覺得應該盡量集中在早上的時間 因為其實除了我剛才說的 可能生理時鐘之外 其實大家考DSC 多數都是在早上的時候 大家之後可能最老的時間 會在早上 我覺得其實是要習慣在早上想 而晚上其實應該要休息 而且我覺得當大家遇到一些溫習上的難題 在可能晚上甚至凌晨的時候 大家是不是真的找到別人幫忙 所以我覺得溫習最好就是在早上 那第三樣我覺得其實就是考DSC的心態 其實DSC大家不需要太緊張 因為我覺得其實DSC就好像平時考Mock一樣 只不過是一個真的成績 所以我覺得其實心情上 大家又不需要很緊張 可能有些人都會說 我Mock考得很差 那我DSC是否會更差呢 這個說法我都聽過不少老師說 但是以我個人來說 我就不是的 我考DSC的成績反而是好過Mock 所以我覺得大家也不需要太擔心 究竟Mock考DSC 你是不是會死定了 我覺得這個絕對不是 大家千萬不要小看自己 還有考試時間 做好時間分佈都是非常重要的 可能就做一些佔分 可能不重點的題目 那麼這麽長盡的東西 我相信你們老師跟你說了 我在這裡也不和大家多說了 沒錯 其實以上三個就是我自己對DSC的看法 或者一些意見 心得 可能在大家考完DSC的時候 會拍多一段說一下大專業 或者大學的生活和中學的分別 我相信大家都有興趣的 在這一刻大家最重要是考好自己的DSC 大家才有選擇 希望大家在如下的時間 可以好好善勇 考到理想的成績 還有記住博進無悔 我們下期影片再見 拜拜